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在18届三中全会之后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4月15号 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那么中共的媒体都在头条的位置刊登长篇的官养文章 文章中提出所谓的安全就达数十个之多 包括国家安全 人民安全 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军事安全 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 国际安全 内部安全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还有科技安全 信息安全 生态安全 资源安全 核安全等等等等 这么多的安全简直让中国大陆的网友们是不知所云 于是就把它变成了恶搞的对象 有人说十个安全要牢记 过马路要走搬马线 也有人说舌尖上的安全也应该列其中 还有人讽刺说 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 必须要牺牲你们的安全 谁不拥护 谁就不安全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被称为是中国改革操盘手的陈一兹 美西时间4月13号 在洛杉矶的家中病逝 六四流亡人士王丹 吴仁华等都在网络上表达了哀伤之情 陈一兹是原中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 也是80年代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主推手 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 他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学生 6月4号天安门屠杀事件发生之后 他声明辞职退党 后遭中共秘密通缉 被迫流亡海外 那么广东东莞育员协厂4月14号再次爆发了3万名员工大罢工 抗议厂方按照临时工的标准缴纳社保 职工要求厂方能够给工人们补交养老保险和公积金 以及补签正规的劳动合同 当局出动了大批的警察维稳 双方发生了冲突 有二三十人被抓 据报道 罢工行动是从4月5号开始的 已经持续了10天 中国大陆的H7N9禽流感疫情仍在持续扩散 疫情重地广东省 4月11号一天仅官方报告 就新增病例7人 另有5人死亡 据美国大纪元新闻网的报道 广州市传染病医院的一位男医生透露 他们一家医院就收治了十几例 而且都是在重症加护病房治疗 而广东省的民众指责中共官方媒体瞒报 以致百姓布置疫情 发展迅速而疏于防范 而临近广东的香港 日前也因为感染病例增加到了10人 而将机事停事一个星期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